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在这六七年时间里 儿子就带回来过两次 儿子说女友也在外面打工 工作很忙 尤其是过年过节是最忙 所以不能经常回来 可老表既不知道儿子干什么工作 也不知道儿媳干什么工作 老表几次催儿子结婚 可儿子说女友忙 现在没有时候结婚 老表几次托人重新给儿子介绍女友 但儿子都不同意 一直到儿子过三十岁了 就在前几天 女友突然开车回到老表家 说这次是未结婚回来的 老表马上给正在外面打工的儿子 叫他回来结婚 此时的儿子其实已经接到女友要回来结婚的电话 接到父亲电话时 已经在回家的路上 只不过儿媳距离较近 而且是自己开车 所以 先与儿子回家 儿子要结婚 老表自然要赶紧通知亲戚朋友 丁丁也是在结婚的前一 天晚上才接到吃喜酒的通知 老表说喜事办得比较仓促 没有做多少准备 但好在媳妇不计较 只要能结婚就行 老表一边陪着我们在他的庄园散步 一边给我们介绍儿子结婚的情况 因为是夏天 天气很热 所以 我们几位老表就没坐 在他的瓜果园里的凉亭里吃西瓜和黄桃 家里的一楼还有一些亲戚 包括长辈在玩当地流行的各种游戏牌 三楼上就只剩下新郎和新娘了 春宵一刻值千金 作为长辈的我们自然也不会去打扰新郎和新娘的好事 正当我们边吃边聊时 突然传来新郎和新娘争吵的声音 而且声音越吵越大 新郎竟然从楼上跑了下来 大声说要离婚 新娘也怒气匆匆地跑下楼 说离婚就离婚 我们一看要坏事 马上跑过去 在我们的询问中 终于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在新婚之夜 新娘要新郎把身体洗干净 才能让他上床 新郎说已经洗了 但新娘不放心 带着新郎再重新洗了一遍 但在再次洗完澡上床之后 新娘突然提出要新郎用套 而新郎说没有套 新娘马上从随身包里拿出套 新郎坚持不用 新娘却坚持要新郎用 而且不用就不能继续了 新郎说都三十多岁了 又不是年轻 现在结婚就要赶紧要孩子 如果用套 怎么要孩子 新娘却说不用套不干净 她怕染病 新郎有点愤怒了 她说她在外面没有做过坏事 怎么会有病 新娘说 现在哪个男人在外面不干坏事 谁会相信她的鬼话 坚决要求新郎用套 还说用套也是为她好 最后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新郎一怒之下要求离婚 喜娘一服无所谓的态度 离婚就离婚 还说现在如果不是淡季 不是过了三十岁 她也不会现在就结婚 我们这些长辈看着这意外的一幕 而且平常与他们的交道也不多 不知道从哪里劝起 只是劝他们要冷静 年轻人不要冲动 但新郎愤怒的说真不好意思 让大家看笑话了 但这婚事结不下去了 新娘却迅速走到一轿车旁 打开车门 开着车扬长而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